在修行的时候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到底修行是要去分别 还是不分别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这个事情应该这样解释 我们的目标是无分别 当真理真实出现的时候 是不能分别 但是过程一定要分别 你过程没有分别 没有用文字的引导来修正你的思想 那你就不能误入真理了 这个分别要怎么分别呢 我们说明一下 这个分别的方法 这个地方的方法是讲形象 就是以一切法为有实心 大成指观跟小成指观 最大的差异在哪里 小成指观他的空 是对外境全盘的否定 他就从无常下手 反正一切法被无常一观照以后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所有的东西都消灭掉 没有价值 所以小生的空观 他所对的境界是五蕴诸法 整个五蕴被他的空观一对质以后 全部消灭掉 大成佛法的空观是遍迹本空 依他如幻 他是保留外在的因缘 这个因缘依他如幻 如幻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能动它 你知道它是生灭象 但是你不能去破坏它 那你要去破坏谁呢 所以大成的空观他所要对质的 是你心中的遍迹值 你心中的名言妄想 遍迹本空这一句话的意境 简单的说就是保持内心的平等 这就是遍迹本空 比如我今天看到一个人 诶 这个人对我很好 当你动了这个念头的时候 你的心开始不平等 这个时候你马上要关照 这个人对你很好 你已经落入了不平等 不平等就是说 你已经开始在造业了 这个生死业力开始启动了 你要把不平等调成平等 你应该关照说 这个人对你没有很好 也没有很坏 你的心就平等了 所以你在修遍迹本空的时候 你心中的名言 你要记得一句话 多用否定的话 少用肯定的话 诸位如果读过大般若经 你会发觉 佛陀在大般若经里面 很少用肯定的话 是诸法空香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是这个意思 但是你要注意 否定不能否定单方面 要二方面都否定 若你想这件事情对我有好处 你便开始不平等 你要开始对质 其实这件事情对我 没有好处 也没有坏处 你的心平等 就是远离二边 所以你对于每一件事情 你都用不是这个 也不是那个 你的心安住在平等 所以在修遍迹本空的时候 诸位要知道 你刚开始修大乘空观的时候 你尽量少用肯定的字眼 多用否定二边的字眼 你不能否定一边 因为否定一边 一高一低也不平等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 他刚开始修观的时候 是先破对外境的直取 先破所取向 就是对外境保持平等 然后再对质能分别的心 因为这个外境 对我们是比较疏远 所以我们比较好对质 刚开始先对质对外境的不平等 然后再对质内心 对自我的不平等 所以这个地方就说明于一切法 唯有实性 就是把我们这种 有所得 不平等的心 带入到平等的一真法界 不二法门去 就是以一切法为有实性 介入到平等的原成实性 依止这个平等观 随闻圣解雇 如理通达雇 至一切障雇 离一切障雇 这个就是修行大乘止观的整个过程 修行大乘止观 我们也说过 整个大乘止观 他很强调内在的改造 他不改变外境 外境完全不动 因为依他如幻 一切法有他背后的因缘 你知道就好 但是 他是让自己用平等心来面对 我们看黄河 黄河泛滥 一直是中国很大的天灾 你看黄河一触动的时候 生命财产的破坏不得了 所以 治理黄河永远是历代君王 一个重要的政策 刚开始是大禹的父亲 滚去治水 他用围堵的方式 你会泛滥 我就做很多的敌防 来阻挡你 结果 这个水你不要看他看似柔弱 其实坚强 他一发狠的时候 再大的敌防 都被他冲破 就失败了 大禹很聪明 知道这个水不能跟他硬挡 要疏导 把他疏导到一个干旱的地方 灌溉良田 不但没有坏处 还有好处 其实我们的心也是这样 看似柔弱 但是他要狠起来的时候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所以对心 你能够硬压 向外道的无想定 其实这个无想 完全把这个心的功能 思想完全压住 这不是一个好方法 来生它会更严重 诸位要知道 大成的止观 就是你要很勇敢地面对内心错误的思想 然后用佛法慢慢地加以导正 不要去压制你错误的思想 错误的思想一来 我就念佛 当然这是刚开始的方法 我错误的思想一来 我就去拜佛 对 刚开始我们不一定要去跟他硬碰 但是你要慢慢培养一套方法 来疏导这个错误的思想 就是遍及本空 就是用否定的言词 把你的思想永远保持在平等 使令你离开好坏得失的对立 因为这个好坏得失 都是你自己的概念创造出来的 世间上的事情哪有好坏 世间上的事情就是依它如幻 它就是随顺很多的业力 显现很多的影像 然后一直一直地过去 一直一直地过去 但是我们在过程当中 说这个是好 这个是坏 又产生很多很多的业力种子 所以我们应该让内心保持平等 这就是所谓的 于一切法为有实性 这就是整个大成止观的相貌 加工的道理 是吗 确实 whisper 那有什么 那就是诺写的 加工的 实力 最后